艾文毕先生发言 是不是我发言啊? 是不是我发言? 对,请讲 是我的声音,你能听到吗? 能听到 谢谢会议的组织者和筹备者 1949年后,中共政府四大标志性建筑 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 六四徒穷必见,脱干了裤子坦克开过来了 这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学生运动镇压是空前的 估计也是绝后 从五四学运起家的中共 七十年后转身镇压学运 惨烈程度是远远超过1926年的三一八 三一八死了17个人,伤150人 六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切的人数 死亡和伤亡的人数 那么中共内部发生了第二次的大崩裂 第一次当然是171年的913了,一四年以后 那么爱卿呢叫子女呢,她还是到延安过去的了 那么叫子女一个都不要回国 说这个党没有希望 那么我们今天的既要努力的追求政治上平反六四 也要从深层次来总结车潮祸滑的原因 赌上一些漏缺 套用一句中共的术语 就是各条战线上其努力 今天总是明昨天的延续,明天也只能是今天的延续 不要以为格多一来了一切就好了 中共走了就什么都麻烦都没有了 当然这个是前提 但是送走中共也仅仅是万里长生第一步 要搞好县政的建设路还很长,麻烦很多的很多 那么我们东方社会呢,由于缺乏个人的权益意识 所以说五四时期没有能够迅速的理解地方民主自由的价值的根底 这一点是文化元素的缺失 这造成当代中西方人们差距的初始的原点 就是这个是个起点的缺失 我们中国人不尊重别人的人当然不可能 不尊重自己的人当然也不可能尊重别人的权益 所以这也是六四坦克兵之所以能朝人群开过来的文化内因 那么苏联的81991年 93年的宪政危机坦克也进了胡斯科也进了红场 但是俄军是不会朝人群上碾压过去的 这个所以说文化压倒了五化,镇压失灵 那么非暴力政治解决才成为可能,见证才到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文化的缺失问题 那么根据中国世界近代史呢 大国的现代化成功转型呢 首先要跟对先生,就是这个图子要整正确 战活着得日益 那么此前都是现代化道路是走偏的 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东方蜘蛛 那个生活的这个 现在是在中国的版图面那还是最好嘛 那是那个 那就说明这个先是很重要 很可惜我们武士取回了马克思主义 这位这么一位这个红色的咸水妹 那么到现在为止还不能把她送走 百年次货延续绕金,浓缩成一句话 也是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句话 尊重个人权益,是政治现代化的价值地基 谢谢 好,谢谢裴依然先生